在小說的世界裡面 沒有有錢的麥可惜 沒有安全的幸福 更沒有新型的果凍 祝你生活的大家好 我是祖妮 想要追劇 聊劇 懂劇 善言願望 以此達成辦法可以訂閱這個頻道 我用劇評解析帶給你更多情感上知識 上週和大家介紹了非常效忽檔案 其實在那之後我花不到兩天的時間 就把這本小說給讀完了 裡面確實有補充一些 目前影集裡面沒有說的事情 也能夠感受到影集改編的強大 在小說的世界裡面 沒有有錢的麥可惜 沒有安全的幸福 更沒有新型的果凍 今天的影片會先和大家分享 我看小說的一些感想 再會和大家分享影集裡面 沒有說的小說的設定 那最後也會和大家聊聊第二季的走向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主題吧 GO! 非常效忽檔案改編至鄭氏朗作家的寶劍教師 安恩茵 作家本身寫這本書呢 純粹就是為了寫作的樂趣 所以故事呢 並不帶有強烈的目的性 小說本身甚至不圍繞在主角安恩茵的身上 以篇章故事的形式呢 描繪出恩茵的世界 包含那個詭異的校園 那一季暗潮汹湧的其他事例 所以我們從影集中可以感覺到的那個斷裂感 其實是源自於小說的 真實原因是小說的每個篇章連結本來就不太大 時間橫跨的更加漫長 就像是安恩茵的驅魔日誌一樣 會說日誌更是因為它不像日記一樣 會很認真地解釋每一件事情 反而很簡潔俐落 只解除發生了什麼事情 那些奇異的現象 本來就連恩茵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 所以當然更難解釋 作家和導演似乎想要將觀眾放置在恩茵的視角來看這些事情 那些沒有特別解釋的事情也就代表著 恩茵其實也不知道 只知道這個世界就是這個樣子 那麼奇妙又美XXXX你會是奇怪的 那麼奇妙又詭异 小說中甚至沒有寫到安全的信服 還有日暗消毒 所以這部分的視覺對立 也不在小說中特別描述 但也不代表什麼沒有那些反派的存在 那我就不爆雷了 沒有太艱深的伏筆,是一部閱讀起來相當輕鬆可愛 讓人會覺得好像很開心地進到了安安因的世界的感覺 但是影集不只保留了小說本身的氣質 甚至強化那些詭異又奇妙的氛圍 藍金的特效真是我每次看都覺得特別的療癒 這是影集中獨創的 但可以從導演與作家在影集中增加反派的具體勢力 這點可以知道,他們也在試圖把整個故事做得更加完整、引人入勝 並且增強故事的脈絡,除了反派外也把校園霸凌的主題給帶入 這是小說裡面都沒有的喔 看完小說的,我幾乎可以確定第二季應該會蠻好看的 在開始這一part之前,先和大家打一個小小的預防針 影集和小說對我來說是分開的作品 所以小說設定到了影集中也未必是如此 雖然能夠大概推測出哪些是根據原作 哪些是後來製作影集時增加上去的設定 但每一次創作都是全新的作品 可以作為參考,但不能肯定之後第二季會不會推翻喔 那可能也會有一點小爆雷的嫌疑啦 大家就自行斟酌觀賞,那我們就開始囉 第一個,紅人勺的巨大能量保護罩是哪裡來的? 第一集裡面因為剛到學校工作不久的暗暗音 幾乎只待在保健師沒有見過學校老師 因此發現紅人勺老師的保護罩時才會特別訝異 因此發現紅人勺老師的保護罩時才會特別訝異 影集裡面暫時沒有提到保護罩從哪裡來的 但有提到說,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有這麼好的能量腳還會受傷呢? 小說中是有說到,這是一個非常喜愛紅人勺老師的人 在過世之後仍然留下的強大意志 而那個人理所當然的就是學校的創辦人,人勺爺爺 用強大的愛形成了保護能量 書中有說到,嚴格來說,人勺爺爺的這份愛戴 也可以說是屬於學校的能量 所以恩音借用了這份能量,也加強了他守護學校的使命感 對 第三集裡面,麥肯熙老師抓住了紅人勺的褲頭 小說裡面麥肯熙也想要偷走人勺老師的保護罩 有特別解釋說為什麼要脫紅老師的褲子 因為那股能量罩是長在丹田上的 就像是紐扣一樣存在 這樣很像是那種假面英雄的腰帶可以按一下就變身 只是紅老師是一直都開啟的狀態 但影集當中,恩音對麥肯熙說 那股能量並不來自丹田 不知道是想要騙過麥肯熙 還是影集裡面沒有自己特別設定呢? 就只能等第二集解說囉 第二個,分身果凍 第一集裡面,吳生泉因為害怕自己喜歡的女生被搶走 所以聯盟開始找雅拉 但卻被果凍給攻擊 走進寶劍室 在那之後,校園裡的生泉果凍就到處充斥 劇中有解釋到 有時候會有因為心情沉重而累積成的果凍 但若是危害到別人,就必須將它去除 小說中其實也沒有太具體的解釋 因為恩音也不知道原因 但蠻不一樣的地方是書裡產生分身果凍的並不是生泉 也另外舉出過去恩音曾經遇到的例子 那個例子我覺得蠻有趣的 但影集大概愛與篇幅沒有呈現給大家看 我就不爆雷了 喜歡小時候的觀眾可以自己去體驗一下 那解釋的部分還是就和大家稍微提一下吧 恩音他替這個現象取了一個名字叫做 沒頭沒腦單戀症候群 這經常發生在自身處境不太好的人身上 一旦愛慕的心情、暴增性的增長 往四周串流的話,本體就會逐漸衰落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校園裡會到處都有焚身 然後本體會發燒的原因 但這不是一個自然的現象 通常是因為周圍有一些不正常的符咒或是能量導致了 那這些果凍甚至會有一些些的移動 主要是因為愛慕的人經過了 因而讓果凍產生了反應 第三個,跳樓的學生 因為學校本身在很久以前是個水池 而過去是一個會遭影失去情人的年輕人頭湖的地方 所以第一集裡面為什麼只有一部分的學生突然昏倒發狂呢? 這是因為他們是一些經歷過失戀的學生 例如我們看到的深泉籃球隊隊長在餐廳裡面大哭的那個女學生 所以他們都是因為失戀所以就產生了那個反應 那這是影集裡面沒有特別說 但是其實有呈現給我們看的部分 第四個,活動到底是什麼呢? 其實在第一集裡面 安音為了找我生存 有經過兩個學生輕輕摸我 後來再一次經過時就變成窗邊白色的蠕動活動 我想那就是小說裡面常常說到的澀澀的能量 安恩因他不只可以看見死去的人 也知道活人會製造出更討厭的東西 例如校園中就到處都可以看見 充斥在空氣中的裸體幻影 所以恩因看到的其實是一種靈的外在物質 那些從死去的人活著的物體所散發出來的 尚未經過科學驗證的一些微粒子凝聚體 小說中是這樣解釋的啦 其實書裡有很多次提到學校裡有很多色色的能量 每個人甚至都會散發一點 就連紅人少老師有時候都會冒出來 就唯獨麥肯錫老師沒有 因為他能夠控制自己的能量 但影集裡面比較少這部分的描述 甚至只有那個窗邊互相交錯的白色果凍 可能礙於尺度或風格上有點跳沒有寫到 但我自己其實還蠻喜歡這個部分的 很寫實又很特別 畢竟這就是高中生很可能會散發出來的能量 我覺得這個很有趣 第五個麥肯錫 在小說當中麥肯錫有親口承認恩怡比他強大很多 也如同影集當中說到應該要利用這個能力去賺錢才對 但小說當中其實沒有出現安全的幸福 所以麥肯錫在小說中反而沒有影集裡面這麼強硬 影集裡面增加了非常多麥肯錫的魅力與人設 甚至在後面的集數當中 雖然已經過了麥肯錫的篇章 還能夠看見他在辦公室的身影 我想他可能在第二季還是會再出場吧 能力可能也比小說中更加強大 麥肯錫從事原衣的原因 更是因為要收集那些長毛的種子 那些東西在小說裡面被麥肯錫稱為外表死亡 裡面去活著的東西 所以他應該就是把果凍放進了種子裡面 然後拿來做交易甚至是一些利於他的事情 第六個 成群結隊的鴨子 大家有沒有在影子裡面看到那個阿阿阿一直走過去的鴨子 真的好可愛喔 這其實在小說中有個專屬的篇章 但沒有太大的奇幻點 鴨子是來自於附近的鴨寮 自己莫名走來的 學生又特別喜愛鴨子 即使老師送回鴨寮 鴨子也會自己走回來耶 超可愛的 我想原有也是因為學校以前是個湖 呃...池塘 我想原有應該也是因為學校以前是個池塘 又有一股特殊的能量暗藏 所以鴨子才會在這裡待著 但小說中這個篇章其實沒有什麼恩恩的戲份 但鴨子被寫得很可愛又有趣 在影集當中 鴨子也增加了很多童趣的氛圍 第三集裡面 韓雅玲老師走進了寶劍室時 鴨子也跟著走進去了 所以我想第二季應該會有鴨子出現的篇章喔 第七個 幫腋下打劫的意義 影集裡面沒有特別解釋說 為什麼要把長期待的學生 鴨魚和婉獸的一毛給打劫 是有說到是為了要阻止他們倆連在一起啦 但是為什麼偏偏要是打劫呢 而且還打一個特別的劫 不是只有綁起來而已 突然的就展開了學習打劫的情節 大家應該都看過不少特殊的神劫 在中國也都被稱為中國劫 不同的劫用在不同的時候 背後有各自的寓意 這部分呢我自己也沒有太多的研究啦 但是就覺得結背後的都會有一些寓意或是祝福 但在小說當中呢 恩怡曾經說 挺盡可能交我那種象徵個人的獨立的結 劇中有提到說 因為一毛就算剃了也會長出來 必須綁起來 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打一個有寓意的結 既然要打就必須打一個能夠讓名譽玩秀分開的結 所以恩怡才會要求打一個獨立的結 好那小說的設定大概就補充到這裡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特別的問題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那接下來要和大家聊一下第二集的歸來囉 其實第一季除了建構了非常完整的驅魔世界外 真的也可以說已經埋下不少鼠筆 第二季應該會真的蠻精彩的 雖然現在還沒有特別說續定第二季這件事情 但第一季的誕生可以看出真的有非常多伏筆 我們在影集當中有看到一位人士 他叫做黃佳音 是紅人少老師的同學 兩人後來也越來越親近 後來也有揭示說對方就是HSP的一員 小說中是有一個差不多的對應角色 只是名字不太一樣 甚至可以稱為是最後的大魔王 第一季裡面佳音的角色沒有太多的解釋 只有埋下伏筆 所以我猜第二季大概是會正式敲響了主角們的感情線 HSP和日光消毒是影集的原創 但小說當中一直都有提到黑市 以及一些把能利用在獲取利益的人身上 劇中沒有完整的解釋HSP和日光消毒 我就大概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我是猜測爺爺本來就是這個組織的創始成員 畢竟他也帶著戒指 而這個時候的HSP 大概跟我們看到的麥肯吉的HSP教會不太一樣 而這個創始成員可能也包含了N前好友華秀 最神奇的是影集裡面出現的照片裡 華秀的模樣沒有太大的改變 而華秀家還有很多老奶奶 為何只有她沒有老化 可能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伏筆 昔日的日光消毒辦公樓變成了HSP的大樓 可以確認HSP和日光可能真的有很嚴重的爭鬥 也許就是因為人勺爺爺突然過世了 甚至是過世都是因為這些組織背後的謀害 總之原本掌握大權的人物殞落了 下面的人因為有意見分歧而產生了分裂 作為日光消毒的部門 華秀姐和掌管HSP的某部門的麥肯吉 產生爭鬥,導致日光消毒不再運作 華秀也不再為安全的幸福服務 而麥肯吉甚至把HSP變成了一個教會來經營 其實我不是很確定 那...是不是一個教會 我就暫時這樣稱呼而已 第六集的結尾有講到Lady媽媽 這個小說其實有一個篇章 所以估計第二季也會延續第一季的每集小故事的感覺 看完小說 我自己覺得小說和影集有各自的魅力 影集很厲害的 沒有把小說本身的氣質裸改 反而營造出很獨特的風格 這真的是我很喜歡的部分 那到最後了 影集有個小地方 我一直很在意想和大家聊聊 就是高中的時候的恩音 後座同學就問他說 自己身邊有沒有鬼 恩音就問他說 你爸爸是不是 然後影集就沒有交代了 只是給了恩音一個大巴掌 之後出現一個巨大的橘色果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猜測他爸爸到底怎麼了呢 才會讓對方氣著打他一巴掌 我自己猜會不會是什麼跳河自殺啊 身體才會浮腫這樣子 大家也可以留言和我分享你的猜測喔 好啦 那這一次呢分享完非常笑互答案 我是真的非常喜歡啦 那如果你喜歡看輕鬆有趣的小說的話 我覺得也蠻值得讀的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啦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掰掰 那劇中有解釋到啊 有時候會因為心情沉重LG 歡迎大家追蹤我的IG 不定時會在IG上更新語錄解析和戲劇感想的分享 希望能常常和大家有更多的互動 另外在Apple Pockets、Soulon、Spotify、First Story、Google播客 搜尋聚光燈或左鱗都可以找到我的Pockets喔 上面會和大家先談各種戲劇的話題 也歡迎大家視訊我你想要聽的主題囉 是吧